在斗罗大陆中,魂师为了提升实力经常会去一些地方失恋,这样不仅能够提升眼界,说不定还能获得一些宝物,为提升实力做铺垫。 但是小说中有很多禁地,这些禁地里哪怕是90级封号斗罗,都不一定能够活下来。 第一个,冰火两一眼,这个地方曾经是毒斗罗的后花园,里面有很多仙草和毒草,不过却很少有人能够知道其中的用处。 毒斗罗为了防止别人进入这个地方,就在周围布下了一圈毒物,毒斗罗的毒素大家都不陌生,如果不能够抵抗他的毒素,哪怕是封号斗罗也走不出这个地方。 第二个,新斗大森林核心区,在新斗大森林核心区中居住了多只十万年魂兽,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天气牛蟒和泰坦巨猿了。 作为顶级魂兽,这两只十万年魂兽可以轻松打败普通的封号斗罗,哪怕是95级的菊鬼斗罗。 单独碰上他们也只能无奈地领核范。 第三个,杀戮之都,杀戮之都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,如果能够通过他的试炼,就能够获得杀神领域。 像比比东,胡列纳,唐浩,唐三等人都获得了这个领域,但是实力不够或者心智不够坚定的魂兽,很容易沉沦。 当初浩天宗的创始人唐浩来到杀戮之都,寻找修罗神的传承,结果被罗刹神干扰,哪怕他等级已经达到了99级,依旧被迷失的心智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杀戮之王。 后来在唐三的海神之光帮助下,才彻底恢复了神智。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,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,咱们下期视频,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